日本民众疑似因为食用日本小灵质药旗下的红麴保健食品 导致肾脏疾病甚至有一人死亡 但死因是不是跟服用红麴有关 小灵质药公司正在调查 卫福部食药署昨天表示 国内有两家业者进口小灵质药的红麴原料总共超过一万公斤 提供下游业者坐藏胶囊或是定状食品 下游的流向还在追查中 又要是提醒平时若有服用降血之药使达丁的患者 如果再吃红麴相关保健食品 可能会加剧副作用甚至引发恒文基溶解症 日本小灵质药红麴食安风波再扩大 新增一名疑似死亡个案 小灵质药公告一名肾脏疾病过世的患者家属 表示死者生前存服用红麴保健食品 疑似可死因有因果关系 目前正在厘清 根据NHK报导疑似死亡的个案 近三年来持续购买含红麴成分保健食品 而国内也查出问题红麴原料确定进到台湾 卫生局人员25号前往进口小灵质药红麴原料的 新北市三核心产业公司进行调查 虽然业者有意规定进行通报 使用的红麴原料制成纳豆红麴植物胶囊 但现场仍预防性风存 可能的问题原料及成品共405公斤 实验署发现国内有两家业者 有输入小灵质药红麴原料记录 大约两年来共56匹报宴 除了三核心输入31匹 另一家台中市和斯特公司也输入25匹 累计多达11115公斤 提供给下游做成胶囊或定状食品 那卫生局已责令三核心 落实回收相关的产品 那躺消费者有购买到 可向该公司办理退货 有药师提醒红麴成分保健食品 多有酱胆固醇效果 吃的人非常多 但如果服用酱血之药使达丁 再吃红麴萃取物保健品 恐怕会增加肝脏代谢负担 甚至引发恒纹肌溶解 由于这两者的结构相似 所以他们都有共同的副作用 容易出现肌肉酸痛 肝功能障碍 日本小林之药贩售的红麴 爆发食安疑虑 国内还有哪些下游厂商 或产品受影响 三官单位持续追查 记者综合报道 男子归佛